HELLO 大家好,我是Kennigy 今天我要來介紹這首歌 是Ella成家話 在今年送給她自己38歲的生日禮物 都幾歲了 那這首歌是在今年6月5號的時候發行的 其實我想要分享這首歌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這首歌呢 基本上有點再次呼應了我在 青春哀歌這部介紹影片裡面所提到的一個觀點 就是你在當下的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一個 因為當下的你才是做決定的那一個 那第二個呢 是我在初步翻譯這首歌的過程當中 突然發現 可以用英文唱耶 就是這首歌我翻譯完之後發現 可以用英文把整首歌唱完這個樣子 所以老實說這首歌我沒有逐字逐句的去翻 就是為了想要讓這首歌可以完完全全的用英文來詮釋 那我當然也沒有把 就是中文原本想要傳達的意思給翻不見啦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那這首歌的中文歌名呢 是都幾歲了 英文的官方翻譯呢 是How old are you 其實大家有沒有覺得中文都幾歲了 它有點帶點質疑的意思 就是你的行為啊 你的想法啊 怎麼還沒有跟上你的年齡的這種感覺 那英文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簡單疑問句 就是你幾歲 所以如果呢 要用英文比較完整的表達 都幾歲了的中文的意思呢 我覺得 前後文都要加一點東西啦 如果你加在前面的話 就有點像是 Look at you How old are you 就是你看看你 你幾歲了 這種感覺 如果我們把它加在後面呢 就有點像是 How old are you Why you still 的這種感覺 就是 都幾歲了 你怎麼嗨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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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種感覺 才比較能夠用英文 完整的來解釋 都幾歲了中文的意思啦 那這首歌的MV呢 我非常推薦給大家看 是因為導演其實在裡面 加了非常多的小巧思 那小巧思是什麼 我覺得等一下 我再帶大家來看 我自己發現到的小巧思 那我比較想要先跟大家講 其實這首歌 它主要想要傳達的故事 跟觀念是什麼 據報導啦 Ella她自己也有說 為什麼是送給她自己的生日禮物 是因為這首歌 其實就是在寫她自己 跟唱她自己的人生 你看喔 她從一開始出道當歌手 後來當了演員 再當了主持人 近幾年當了妻子 又當了媽媽 所以就是這些過往的 所有的決定跟選擇 才造就了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Ella 那有一個比較值得拿出來跟大家分享的點 就是不管在做這些決定的過程中 你是多困難或是多遇到挫折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不要忘記快樂 那Ella她自己也有講 快樂才是人生之本 她同時也有說啦 就是我們在做任何決定的時候 都要保持三不原則 第一個就是不遷就 再來是不被框架束縛 那再來就是不怕挫折 你只要保持這三不原則 每個人的未來都可以過得很不一樣 我覺得白話一點的講法就是 你要忠於你自己 就要做這個決定跟這個選擇 是會讓你覺得快樂跟得到成就感的 那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走出一條 就是你自己最嚮往 而且最開心的一條路 那再來講到MV MV的部分呢 我說了她加了很多小巧思嘛 那除了這些小巧思 是大家值得看這個MV的點之外呢 另外一個點就是 這個MV其實它是用雙結局的拍攝手法下去做詮釋的 那我覺得大家看到哪一個版本的結局 我覺得都沒差也沒有所謂的對和錯 只是導演很酷的地方是 他用雙結局的這個拍攝手法 來呼應都幾歲了這首歌 想要傳達給大家的兩個觀點 第一個呢就是都幾歲了 你還在將就一些事情 第二個就是都幾歲了 你怎麼還沒有長大要去負起一些責任 我覺得這就是每個地方的人們 到了某一個年齡 那社會大眾或者是自己 都會對這個年齡所定一些規定 就假如說你幾歲時候差不多都要結婚啦 你幾歲時候差不多要傳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啊 等等諸如此類的 所以我覺得就要再一次講到 我最一開始跟青春愛哥那個介紹影片所講的 現在的這個你才是最重要的那個你 過去怎麼樣我們就謝謝他就好 感謝他就好 最主要還是你現在這個樣子 你做什麼決定會讓你快樂 會讓你有成就感 現在這個你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個MV 我自己發現到一些小巧思 因為我後來發現 Youtube下面的留言好像沒有講到 那是我自己有看到的 我自己覺得呢 這首歌的MV它沒有兩個版本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MV的故事主要就是在講 Ella從某個地方回國之後呢 她開始面臨到人生種種的壓力 包括感情啊 事業啊 自己的夢想啊 一直到她碰到了婚姻 整個故事就開始有了轉折 我覺得MV我看完就只有一個結局 它就是要忠於自己的內心 為什麼會這麼覺得 是因為 來我們現在就帶大家來看 MV一開始呢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自己就覺得我應該可以注意到一些比較多的細節 看到MV的一開始 飛機是倒著飛的 有沒有看到 然後再來呢 回到家了嗎 我把我自己看到的一些點 挖穿起來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牆壁上的 這是什麼我先不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有點看不太出來 那再接下來 哎呦這個 好像有一點蛛絲馬跡了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一點呢 那之後呢 她就開始到上班的地方 這個地方應該大家就看得比較清楚了啦 reality是正著寫的嗎 那旁邊右邊這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她是反著寫的 那再來呢 就是她在上班的時候 欸我圈起來的地方在她的投影片裡面 有沒有 不知道是什麼 還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好這個 也是她在上班的時候 獲得上司的青睞 接下來的劇情呢 就是在講她 遇到她男朋友跟她提分手 然後 跑去跟她男朋友 就是溝通 然後她男朋友就說 跟我結婚 再 戒指戴下去的那一刹那呢 整個故事開始倒轉了 倒轉之後呢 就分手 然後到這個地方 來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張 這個MV的畫面 好 反過來了 大家看到了嗎 英文是什麼 You will make it 你可以做得到 再來 全部都辯證了 如果把這張照片放大一點 有沒有 她上面寫什麼 應該就是GoElla了啦 有沒有 GoElla 所以剛剛的 相反的地方 其實越來越水落石出了 這邊就是GoElla 我想不到她還有其他什麼字 可以寫上去的 再來 這個就更明顯了 Dream變成正著寫的 那Reality變成反著寫的 那再來呢 回到家 這就更明顯了 左邊是一個地球儀 右邊是一個Welcome 那上面那個黑色那一本呢 應該是Andrew Martin 那她是一個 國際式內設計大賽 比賽的名稱這個樣子 所以Ella就是 即將出國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她在報告的時候 有沒有 算是設計類的東西 這樣子 好 再來 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原本圈起來 那個大海報上面的字 她正著看就是 I am Ella 有沒有 所以就是導演這些小角色 然後那個抱枕 狗狗 狗狗是牆牆嗎 牆牆 如果是比較資深的 Ella的粉絲的話 會知道 牆牆是應該有十年以前了吧 今天2019年 大概我記得是2007年的時候 Ella的愛犬 然後她死掉了 對 應該是牆牆啦 哇 連牆牆都進來了 然後再來 大家可以看到 飛機就是往外飛的了 所以老實說啦 這一首歌 對我來講 她從一開始 她就只有一個結局而已 當然你如果看到另外一個結局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只是我自己覺得是 導演用這樣子的手法拍攝呢 就有點算是在講 你只要做對了決定 跟做對的事情 什麼東西都整了 她在前面其實 對我自己看來 她是過得不太開心的 但是當她到 遇到婚姻那個煞那 所有事情 又倒著回來看的時候 就變得她好像做什麼決定 都是真的了 應該說連字都在鼓勵她 要前進 然後你可以做得到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這首歌推薦給大家 然後大家也可以 更仔細的去看一下 這個MV裡面 有沒有什麼其他 我自己沒有發現的彩蛋 這首歌呢就是來自 Ella成家花在今年2019年6月5號 發行的全新單曲 也是她送給她自己的 38歲生日禮物 都幾歲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喔 See you